今天是来介绍我们材料教工实验 这个科目是103 就是说一个学分然后三堂课 首先我们讲实验项目 实验项目 我们从第一个实验 然后规划到14个实验 另外一个15个实验大概不会做到 所以我们大概有14个实验 这14个实验有的是高温子加工的 有的是陶瓷加工的 有关金属加工的目前因为机器还没进来 所以有关金属加工目前是还没有把它规划进来 以后机器进来的时候我们把它规划进来 那从这边第一个然后到第七个第八个 第一到八个都是有关于高温子方面的这个加工 我们包括了仿湿 然后双头感的压出 还有这个很熟悉的这个摄出成型 那我们摄出成型呢 要学生保留下这个口骨头饰片 每个人都要做一根口骨头饰片 那还有颗粒 颗粒细化 那这个颗粒细化 这个 用行星式的全摩机 行星式全摩机 然后还有热压实验 那热压实验呢 也要求学生一个要做一个活骨头饰片 那有两个活骨头饰片 一个是在射出的 那一个是在热压实验这边 那我们有两个活骨头饰片 我们在第六个实验 我们紧接着有一个拉伸 拉伸试验 那我们要学生把这两个活骨头饰片拿出来 拉一下 看有机器射出来的 或者是学生自己做的 热压呢 看那个 这个 数据会插到哪边 那当然我们是用相同的原料 然后另外一个 第七个是染色 因为我们 纤维织物呢 也是属于高温值 所以我们拿这个棉布 棉布呢 然后用这个 红外线染色机 给学生呢 来 让学生体验 怎么去染色 怎么去染色 那第八个呢 是缺膜 缺膜 缺膜实验 就是缺塑胶带 那一到八这边 我们有的是可以让学生 几乎都可以让学生自己动手做 那可是有一台 这个射助承行机 这个 这一台 就是 比较会 嗯 注意学生也不要 就是 我们让种子 去动 让种子去动 那学生 在旁边看 这样子 因为这一台是 有一点点危险性 然后呢 从第九 到第十四 第九到第十三 这个都是属陶瓷 都属陶瓷 包括 嗯 本体的这个计算 分散 然后呢 怎么去 配置陶瓷酱料 啊 怎么去压定 怎么去烧紧 那这个呢 这个陶瓷实验呢 显然跟一般传统陶瓷 那个手拉黑不一样 这个是要做 那个 嗯 我们这个 各种陶瓷的一个制法 所以让这个呢 让学生去 亲自去动手做 那另外一个是 我们用天光来看高纸进行 所以我们整个大地域还是 高纸仗比较多 那陶瓷呢 大概是从第九到第十三 那就是我们 一个学期实验的一个 项目 大概 只能进行第十十 只能进行十四个实验 只能进行十四个实验 这是我们的实验项目 那 接着呢 我们看看 实验的进行 实验进行 我们这个规划的 十四个实验 那我们怎么进行呢 我们每一组 就是我们有十四个项目 那每一组呢 都有一个种子 那有种子同学呢 来负责交代 然后呢 我们是采分组轮流的 也就是说我们把学生分成十四组 那十四组呢 然后呢 分组轮流 所以 扣掉这个种子同学 全班扣掉种子同学 那其他人分成十四组 那所以大概是每一组 大概是二到三个人 二到三个人 这样子 这个 学生人数少 这样子呢 让学生每个都有动手的机会 那第三个报告 报告呢 每个人每个礼拜都要写报告 都要写报告 然后呢 要把它打成电子打 因为现在我们知道有电脑 有数字相机 所以学生写报告很方便 然后这个报告呢 必须要把它上传到这个学习历 必须要把它上传到学习历程 那我们在学习历程有开 十四个让学生缴交 挂换的那个栏位 那每个学生都要传到 这个按时间 按时间把它传到那边 那 就一项是评量 所以我们整个 嗯 材料专用实验的这个评量的 成绩的打法呢 大概出息率 大概是 占60% 那报告 占了40% 那就是我们每个礼拜 每一天 包括上课下课都会定 那报告 每个礼拜都要按时教 然后这个 这个比例呢 这个平点的这个 出息率 占60% 报告占10% 我们在 这个开学第一堂课呢 都已经跟学生 这个讲解了 好 那这个大概是我们整个 材料加工实习 一个进行的方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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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